读本好书 听到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每个人都梦想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那些美好童话的结尾都是这样写的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呢 其实啊 咱们平时常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 就是我们对幸福生活的一种认知 那么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上个世纪啊 日本著名的作家 公泽贤智 也在他的这本 《银河铁道之夜》中 不停地追问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银河铁道之夜》 他呀被许多人认为是适合成人阅读的童话 有人说 如果有一种魔法胜过了哈利波特 有一种想象力比公祺骏更具延展性 那么这就是公泽贤智的童话世界 我们来听一下公泽贤智对银河的想象 书中写道 一开始 岸边一片朦胧 银河水根本看不清 但认真凝视一阵后 会发现那澄澈的河水 比玻璃清气都更加明镜晶莹 某些时候 可能是因为肉眼的错觉 甚至会看到银河水 缓发出浅紫色的涟漪 像彩虹般发出迷人光韵 静静地流淌在银河中 原野上青色 橙色 以及其他各种颜色 五彩缤纷的路标 仿佛在同时呼吸 叹气似的 纷纷颤动起来 这银河铁道之夜 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家庭里的孩子 乔凡尼的故事 在一次梦中 他和班上最喜欢的好朋友 康帕瑞拉一起坐上了 开往银河的列车 铁道沿着广袤的夜空中 川流不息的银河 毫无止境地铺陈着 铁道两旁是美得 让人心醉神迷 目不暇接的仙境 而就在这趟奇妙的旅途之中 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不断地追问 什么是幸福 只要能让妈妈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愿意做任何事 可是对妈妈来说 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康帕瑞拉极力抑制住想哭的冲动 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无论是谁 只要真的去做好事 就一定会感到无比幸福 所以妈妈肯定会原谅我的 康帕瑞拉看上去 似乎已下了决心 这是小说第一次追问幸福 其实也是一处伏笔 一直要读到整本书的结尾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康帕瑞拉会担心她的妈妈 第二次追问幸福 是乔凡尼 当捕鸟人看到乔凡尼 拿出的绿色通行证之后 他突然惊叹道 啊 不得了啊 这张通行证 可以带持有者上真正的天堂呢 还不仅仅是天堂 到全宇宙的任何地方 都能畅通无阻 难怪 你们在这不完全幻想的 四次元银河铁道上 能够来去自如呢 了不起啊 看来你们并非普通人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迷惑得很啊 简直搞不清状况了 乔凡尼满脸通红 将绿纸片叠好收回上衣口袋 由于感觉气氛尴尬 他和康帕瑞拉都假装 眺望着窗外的景色 不过隐约仍能够感到 捕鸟人不时瞄来的 艳羡目光 不知何故 乔凡尼忽然间同情起 坐在自己旁边的 萍水相逢的捕鸟人 只要捕鸟人 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自己甚至可以站在 闪光的银河河滩上 代替他捕捉白鹿 哪怕要站上一百年 第三次提到幸福 是银河列车上 上来了三个新的乘客 他们是一次海难中的遇难者 为了将救生艇 留给更小的儿童 他们宁愿同巨轮一起沉没 书中写道 那个海域是太平洋吧 那海面的极北处 漂流着大量的冰山 人们乘坐着小船 顶着寒风 与冰冷的海水刺骨的 严寒搏斗 拼尽全力 这样的人实在值得同情 我要怎么做 才能帮他们 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灯塔的看守 安慰乔凡尼说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事上是无人知晓的 但只要朝着正确的道路 坚持走下去 不论途中遇到怎样的 艰难困苦的事 攀登高山也好 爬上陡坡也好 都能一步一步地靠近幸福 接下来是一个更加奇鬼的故事 说是有一只小天蝎 专门吃小虫子什么的 后来呢 被人家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拔上跟着跳入水中 使劲把查内利推到了船舰边 查内利紧紧抓住船舰 终于得救 可是康帕瑞拉却沉入了水中 原来康帕瑞拉是为了救人而牺牲了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康帕瑞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追问了 什么是妈妈的真正幸福呢 如果一个人真正做了好事 他就应该感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吧 所以我想妈妈会原谅我的 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在这本细腻温婉 凄美而又充满了无穷想象力的 神奇的童话中 去寻找答案吧 好的 感谢我们一起共同分享 公泽贤志的童话 银河铁道之夜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